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Jessica的频道 常常吃到我做的chocolate cookie的朋友 要求我公开秘方 今天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chocolate cookie 你需要准备的食材分别有巧克力 浙糖 可可粉 低筋面粉 红糖 两个鸡蛋 vanilla concentration 无盐牛油 还有盐 苏打粉 那就准备好了 首先把80克的牛油放在热水当中让它融化 好 开始了 我的目标要做这样的cookies 80克的brown sugar 这现在是0,80克的brown sugar 然后要放三克的baking soda 然后要一克的盐 然后要一克的盐 再加一克的盐 我再加两个鸡蛋 鸡蛋 一个鸡蛋 要两个鸡蛋 两个鸡蛋 两个鸡蛋 然后呢 如果要放20克 现在mix mix mix mix这个 然后要放20克的 可可可粉 然后要放这个 融化的牛油butter 然后要放红糖 放20克红糖 这样就会甜一点 应该放这个 Cake flo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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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筋面粉210克 210克的低筋面粉 210克的低筋面粉 面粉要过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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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然后最后再加巧克力 放进去 再加banilla concentration 一瓶盖 好 准备好的食材 已经在冰箱里冰冻了 30到60分钟了 拿出来 拿出来 用小勺子 均匀的把它放在Cooking paper烤盘上面 中间要隔开一些距离 接着 你就要把它放在预热好的烤炉里面 17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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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度 到19分钟左右 要适合你的烤箱 你要是喜欢外皮脆脆 中间松软的chocolate cookies 那么烤15到17分钟就够了 Please 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Thank you.